各位弟兄姊妹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我们最近要读到传道书 传道书在讲的是 如果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 那他不是在讲佛教的虚空 是在说明若是过一个没有神的人生 你会觉得人生怎样的努力 打拼奋斗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论你在怎么样努力 你是生不带来什么 死你也带不走什么 世界还是一样的运转 一代接着一代 所以他观察这个世界大自然 好像也是如此 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 一切都是这样的循环不息 人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 甚至到了某个地步 会让人觉得怨烦 你若是没有认识真神 可能你人生要怎么过都不知道 那劳碌打拼最后觉得这什么益处都没有 人生走到尽头 你会看破了一切 你以前所计较所在乎的 你会觉得好像太幼稚无知了 但是有真神人生可不是如此 就像一连串的灵 前面加上一 可能会成为一千一万甚至一亿 若是没有这个一 你就成为一堆的灵的组合 所以有神的人生会发现 他人生不是虚空的 他会惊觉上帝的奇妙安排 或是去发现 或寻求上帝给予他人生的蓝图 然后欢喜快乐去做 所以一个人生不只是为了他所设定的目标去奋斗 最后可能都是虚空的 所以人生你要找到神所给你的目标 然后向着标杆奔跑 你回过头来就会充满感谢 而不是一个虚空的感觉 若是你惊觉人活着太辛苦 甚至太无聊 盼望你可以到教会 找到你人生的盼望 认识这位真神耶稣